很多人把五花肉买回来 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 除了炒的吃还是炒的吃都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首先把铁锅烧热放入五花肉 把猪皮烫一下 去除猪毛和异味 烫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到清水里面 用刀把猪皮刮干净 然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后切成小块 把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料酒 把煮出的浮沫撇出去 焯水之后捞出 接着把五花肉放入锅里煸炒 炒出多余的油脂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炒好的五花肉放入砂锅 加入葱姜干辣椒 再加入一包红烧料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然后再加入半管老板娘送我的啤酒 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五花肉 盖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时间到了大火收下吃 再撒点白芝麻和葱花美味继承 这样做的红烧肉肥又不腻 真的太好吃下饭了 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吃拿出